但是譬如怎麼做呢 會不會有什麼法律問題呢 其實這些東西完全是skip了 但是你一有這個結論 大家就會很開心 當公民黨面對這麼大的困難 這麼大的抹黑和扣帽的時候 今天仍然有這麼多 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公民黨因為同情愛用 打官司爭取居港權 又支持港珠澳大喬家環平司法覆核 結果流失大量選票 以值減半 對一直捍衛法治和理性的梁家傑來說 這次區議會選舉失利 對公民黨是沉重的打擊 但是他就堅持 香港需要理性的聲音 立法會也都見到日漸淪落 變成一個很兩極的投票的機器 極化的程度是令到你 要不然你就完全擁護政府 是建制派的一員 要不然你就可能要用一些激烈的抗爭手段 來去爭取你想要的東西 反而你說坐下喝杯茶 搬個包慢慢聊一下 理性的討論空間 我覺得是越來越疏窄 在六四中國晚會 我就站在入口那裡 在入口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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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走得近的就握手 來遠的 舉起手指弓 或者作譽 表示感謝的這些手勢 在入口那裡 其實我也是很感動的 我會覺得這條路 不是我一個人走 我希望可以繼續走下去 但是始終我都覺得 你痛心歸痛心 或者失望歸失望 但是你還不應該放棄 因為你要明白 譬如在內地的維權律師 內地的同胞 他們是可以為自由 為人權 是付出生命 香港現在還未到地步 這個我們沒有條件 去說話放棄 所以應該繼續努力